要初選或是要徵招 我是覺得不能叫做 先初選再徵招 所以這部分 我覺得在這次選舉完之後 的確要觀察一下 明天選舉的結果之後 吳主席就有一個很重大 很重要 所以我跟你報告一下 吳主席已經有最新的說法 而且這最新的說法 應該已經講到 大家都聽得懂 接下來要怎麼做 怎麼走 因為第一個他告訴大家說 韓國瑜如果去選總統 當總統的話 服務範圍不只是高雄 是整個中華民國 對高雄的承諾跟國家建設 會一起日增月漲 對高雄是更好的 不會對不起高雄市民 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幾個高雄的立委 好像也都持比較肯定的做法 包括了黃佳順說 怎麼樣讓台灣經濟重新站起來 如果韓國瑜可以做得到 當然是對得起高雄人 劉士芳也說 如果韓國瑜選總統 不影響競選承諾 高雄市民的民調支持他 他也很尊重 民黨立委許智傑說 韓國瑜就職不到三個月 就想宣布選總統 會有一年的空窗期 高雄只是來走走逛逛 好像還是有一些雜音 這是未來他可能要面對的挑戰 不過吳隊宇今天講得更清楚的 部分是說 萬分之一的徵召 是什麼樣子的一個程序 他告訴大家程序非常的清楚 國民黨 假設黨內登記幾個人 這就是初選的機制 突然有一個不是國民黨 那民調看起來 領先國民黨可能的候選人之下 會在黨代表大會正式決定提名之前 進行徵召 這叫做萬分之一的可能 那這個8月是全國黨代表大會 要正式提名總統的參選人 在8月之前初選程序走完之後 那如果有更有勝選機會的人 不排除用徵召的方式 萬分之一出現的就是 8月的全國黨代表大會之前 所以不會有二次臨時 黨代表大會換柱的事件再重演 講得這麼清楚就是告訴大家 如果8月份韓國瑜的民調還是最高 那就是徵召他 應該是這樣吧 沒有解讀錯誤吧 沒有 我覺得吳敦玉的說法裡面 也可能不到萬分之一 就一種情況 一種情況發生的時候 就有可能徵召了 因為這個總統的提名人的決策權 是全代會 並不是黨主席一個人可以決定 他可以決定徵召 但是最後的決定權要在全代會 有一種情況 韓國瑜是可以被徵召的 什麼情況 那也就是韓國瑜 一直維持有效的領先 敵對的 就是對手 然後國民黨的 有意參選的人 領表的人 那麼一直沒有有效的領先 那這樣的情形下 所謂的沒有有效領先 就是說一直沒有贏過他的對手 但是只有韓國瑜贏過 那這樣的情形下 黨主席可以啟動 他所謂的萬分之一 其實不到萬分之一 三分之一而已 他就可以啟動徵召 這個韓國瑜 然後經過全代會 怎麼會這樣感覺像是99% 我覺得這是一個 但是我覺得你不能排斥 另外一種狀況 就是說假設有兩個人 也就是除了韓國瑜以外 國民黨的另外提名的 另外領表的候選人 他也有效的領先了敵對的對手 就是對手的話 兩位都領先 韓國瑜領先 而國民黨的另外一位候選人 也領先這個對手 這樣的情形下的話 那麼吳敦義就沒有理由 要徵召韓國瑜出來選了 因為那也就是要按照 初選的領表的登記制裡面 那一位領先的人就可以出來 那麼在全代會裡面來 成為國民黨的候選人 那因此韓國瑜就不會被徵召 那麼另外一個情況 韓國瑜也不會被徵召 就是韓國瑜沒有辦法維持 有效的領先 所以在最後的時候 國民黨內沒有任何一個人 有效的領先 韓國瑜在內的話 韓國瑜也就不會被徵召 如果明天是4比0的話 韓國瑜有效的領先 國民黨內其他候選人 這件事情應該就是確認了 他現在是說 有沒有其他人 可以有效的領先 非國民黨的候選人 講這麼多複雜的話 其實就是在講推文者 不是嗎 主任 我簡單補充一下 這次之前民進黨大咖雲集團 叫全黨救一人 救的是郭國瘡 我為什麼覺得民進黨拜相遺漏 這是余天宜大哥他講的 我也在議書就退出政壇 然後是這個卓榮泰 卓榮泰說如果韓流來了 我不如歸去 就拜相遺漏 我講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我們中天 之前被民進黨的立委 去逼迫NCC罰了20萬 我跟大家 當我們要訴願 去打行政訴訟 可是你知道嗎 當大家說大家沒離開的時候 現在我在開網路直播 很多朋友 最後算場的時候 都說大家沒離開 然後土包子黃崇燕去罵韓國瑜 你看現在聊天室有多少的ID 從新加坡到馬來西亞 到有多少土包子 正視為他的競選黨 一直送土包子 你說大家沒離開 土包子這東西 都是民進黨執政 莫名其妙的事情 可是現在都反饋到民進黨身上來 所以我說 我很尊敬王世堅 但是我希望用選票 來改變間隔的看法 這是蔡總統他宣佈要連任的時候 再回廣談話 記者問他 蔡總統說民調是死的 人心是活的 蔡總統這我也同意 民調是死的 選票也是活的 明天開票出來蔡總統 你就精神做什麼精神 主持人我cue一下 我希望導播把我這一句 當成我們的那個霸 韓粉唯一支持韓國瑜 投國民黨是順便 我希望國民黨不要誤判 好不好 沒有人支持國民黨 今天吳敦義說的這個話 還不能讓你放心嗎 不 主持人 我跟你講投國民黨真的是順便 他是一人就全黨 他是大於國民黨的 韓粉挺是挺韓國瑜 不是挺國民黨 國民黨說我好像假自小 假一個心鬼 我要徵召你 我可能幾階段 我可能三七比什麼的 大家聽得到就鬥斷 挺的是挺韓總 挺韓市長 跟高雄用鈔票挺韓 這幾天 這幾個月 為什麼高雄的經濟會比較好 是用鈔票在挺韓市長 我們沒有選票可以投給你 只要花新台幣 鈔票去挺 所以我希望國民黨 不要再莫名其妙 投國民黨真的是順便 你們不要在那些 初選上面的階段 因為主持人 我當我 你是說國民黨現在開始 不要辦初選了 不是 我講句實在話 昨天今天看你的節目 看到韓漢跟大佬 在講了半個小時 我在家裡監看說 到底是怎樣 到底講完了沒 我根本聽不懂他們講什麼 你就提名韓國瑜 就對了 其他人敢說 剛才講那麼多什麼 非國民黨領先 誰領先 都是一堆廢話 重點就是你國民黨 要不要提名韓國瑜是嗎 惠永哥 你看聽懂我講的 你看我講得你聽得懂 我只是講國民黨內容的部分 就你們不要再讓口令了 我用快轉的 惠永哥的態度很簡單 選票上面沒有看到韓國瑜 直接就不投 就這麼簡單 現在吳敦義主席他等於就是 這個應該講得很明白了吧 我昨天在勝後榮講的 是不是就是吳敦義這個說法 那時候我還不知道他這樣講 其實簡單講就是 他可能是看了你的說法 應該就這樣 沒有 因為這個你了解 了解國民黨內部運作等 就會知道 你說那怎麼辦 朱立倫跟王金平 朱立倫跟王金平努力變強 努力變強就沒問題 如果真的不夠強的話 到時候難道媒體不做民調嗎 難道社會不做氛圍的討論嗎 自然他們就會 不要講知難而退 就是要為了大局 不只是為黨 而是為了台灣的一個 一個大的希望繼續走 我覺得我們導播那個霸下得很好 非常好 這個霸比我的IP做得好 對 謝謝導播 謝謝 鄭仙穎 今天就是說我們在討論 這些過程的時候 有很多種的可能 由黨主席出來一錘定音 就是好 你也大家都不用擔心 很簡單 兩個事情 就是說這個東西 我們可以在全台會之前做處理 這樣子跟賴老師就懂 其實我昨天講了 其實就這個方向 第二個是什麼 第二個就是 黨主席自己跳出來 觀眾朋友去想一下 1996年我們中華民國 還有台灣第一次進行總統的直選 這樣二十幾年過去 其實你也回不去 也刷內閣字 大家討論很難 這麼多年以來 有沒有出過高雄市的市長 當總統的 從來沒有 沒有 李登輝台北市長 阿扁台北市長 馬英九台北市長 蔡英文是行政院副院長 高雄七還沒出個總統 高雄七市長如果做總統 高雄七會讓人放三嗎 高雄七會沒競選嗎 高雄七會沒錢嗎 對不對 就是說他今天基本上 我再稍微來講 這有點跳通 因為等一下韓國瑜要講話 你今天韓國瑜所提出的 12項建設 才第一次在市議會的質詢 就直接給他戳氣球 有沒有 那天就連姐看到 就是要告訴你 你馬會你也不可能 你要這個什麼賭場 你也不可能 因為中央法令都綁住 所以韓國瑜所提的政見 要他當了總統才能執行 他現在必須要先去努力的 把他這段期間 我再跟大家講一次 一年五個月又26天 就是他真正如果說 他最後去選擇當總統 那個高雄市長的任期 是這個日子 一年五個月又26天 不是半年 也不是什麼六個月什麼 不是 是這個日子 你在這段期間做出你的成績 讓高雄覺得你東西有賣出去 人也有進來 然後也有發大財 接下來的部分 中央法令要去鬆綁的部分 就必須你得到兩岸的政策 你要主導 路委會馬上就找人來跟你講說 你不能講這個事情 你現在當高雄市長 你不要智慧兩岸 未來如果你不是高雄市長 你就可以定奪兩岸 所以吳敦毅他也是前高雄市的市長 他直接告訴你說 這個東西沒有問題 No problem 高雄市的市長當總統之後 這個總統一樣管高雄 一樣可以建設高雄 我覺得吳敦毅這樣處理是成熟的 一方面他解決了黨內 有意要繳足人的問題 二方面又滿足韓粉的期望 那麼也就是保留了兩種可能性 那麼也就是說在初選的時候 零表之後 有三個月的奮鬥時間 以現在來說 當然如果說四席全上 我覺得韓國瑜 就大家希望他參選的呼聲 我相信會越來越大 所以我才說黨中來講 他就觀察整個情勢 但是韓國瑜他也要思考一下 當然就因為以他之言來說 他都比較是傾向比較保守 可是如果說明天四席全上之後 我覺得的確對整體氛圍來說 會有一個變化 但現在來說 就剛剛我覺得賴教授說沒錯 同時因為有好幾位有表態 有這樣的一個興趣 我覺得這時候就開始 反正一段時間 讓大家都能夠做一下良性競爭 但是到時候 應該就看看 誰最有可能是勝選的部分 這個部分我相信那個氛圍 如果還是持續是這樣的說 那個氛圍當然是持續的存在 盧秀燕市長前幾天大家注意到了 當朱立倫去台中 跟他對面的時候 對他有講說 這個是我認證的太陽 大時候就很多的媒體下標題就是 盧秀燕已經確定挺朱立倫選2020 他句話有沒有問題 沒問題 可是他有沒有不挺別人 沒有 王院長下次再去台中說也會 大家都有太陽餅 但是問題是剛剛這分兩階段來看 國民黨內的這一些天王們 太陽們跟後裔都是大咖 所以盧秀燕他其實也是 他是三子之一 我跟大家講說 現在國民黨不流行四個太陽 是流行三子 三子占小英 因為民進黨現在賴清德看起來 如果台南補選輸了 賴清德他只能選擇被當成附庸 就是我可能跟蔡英文當 沒有太多主動的發動權 這只有被選擇權 所以就不見不見 就變小英一人獨尊 小英就是民進黨最大的牌 我說民進黨沒有屠龍刀 我剛剛突然發現 民進黨有扶龍刀 就是尖閣 他是扶龍刀 這倚天劍對扶龍刀 其實沒有錯 我也沒有在開玩笑 現在民進黨裡面 民進黨要徵招王世堅 我現在講的不是開玩笑 我是聽起來很好笑 但是是真的 現在民進黨的網路聲量 跟影響力最大的是王世堅 他在藍綠的選民當中 他是超越蘇院長跟蔡總統的 這是事實 就是說王世堅委員出現的時候 他所講的話 還有每天多少記者 至少10家的攝影機 都是定期看他如果在哪裡錄 你就會錄他 為什麼 因為你要去觀察到民意的流動 剛剛會員哥講的就是 現在在偏藍營這邊的民意流動 是只有一個選擇叫韓國瑜 韓國瑜這個選擇叫人氣跟叫民意 可是還需要帶一點戰機 去年是一個 現在就是第二個 這一次如果 預計我剛剛的這個預測 跟輝文哥的預測還有意化節 四席全上的話 沒有任何懷疑了 為什麼 我已經跟大家講過了 73個選區 我很負責任的講 我不要公布他們的姓名 至少超過10個明年要選 這個就是立法委員的區域立委跟我講 真的希望那個總統參選是韓國瑜 因為將會讓他們的勝選更加的篤定 這就是重點 我剛剛講的從台南到新北 現場真的一大堆人在那邊喊 就是總統好 總統好 選總統 選總統 韓國瑜現在目前 你說他會不會飄飄染 這個就很重要 如果這樣子你就是 堅哥講的交兵必敗 你就覺得我已經是 那你未必會是 所以他還是要去做他該做的事情 就是現在的台灣民意 都有一個流動的 其實說實在的 就是當你的經濟還不如意的時候 要拚經濟 當經濟好的時候 就會去想其他 可能我們要更多的一些 經濟以外的東西 可是如果兩百度就夠不夠 你命去想其他東西 所以現在韓國瑜的這個 高雄模式 我講的韓國瑜路線 跟蔡英文總統的 我特別再講第二次 我剛剛有講過 蔡英文總統的路線並沒有錯 他就是他的路線 很清楚的就是 兩岸不要九二共事 而且拒絕一國兩制 他其實是一種對抗的狀況 這也是一種選擇 那就看民眾最後怎麼選擇 copyright和這樣的 arbe sabes 可以 rounds 怎麼樣 呢 teddy và овых redes 首 人